一条纵横七点八公里的城市中轴 一座千年古都的灵魂与脊梁 从建筑艺术到人文历史 发现北京中轴县的智慧 景深后,古楼前,万宁桥在正中间 中轴县上第一桥 传承至今七百年 万宁桥 位于北京地安门外,石刹海附近 有中轴县上第一桥之城 桥西和桥东,六只镇水兽 是2000年恢复万宁桥风貌时 在原地出土的 其中,桥东侧北岸的镇水兽 是元带元物 虽然风化严重 但仍不失神韵 元氏祖忽必烈时期 京杭大运河的终点 在今天的积水潭 从东边的通州 到大都城内的积水潭 地势却游低变高 于是,曹船要想顺顺当当进入北京城 就必须逆流而上 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难题的 是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 而桥闸一体的万宁桥 正是其智慧的体现 我们所在的万宁桥 实际上是桥闸一体的 它这个船闸是利用的连通器原理 就是我们古代人 能够应用连通器的原理 使这个船逆水而上 我觉得这是古代人的智慧 值得我们传承的 2014年 万宁桥作为 中国大运河的遗产构成要素 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路 如今的万宁桥 早已没有了翻墙林立的草运良船 已然和喧闹的大街融为一体 让人完全忘记了 它是一座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古桥 而它却依旧用那万世安宁的美好寓意 祝福着南来北往的人们 祝福着北京城